哇 這就是剛說的那個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隱潮 對 應該是全世界最大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倫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馬尼帝國 當然來到馬尼帝國就邀請到我們的創辦人 王老闆 謝謝謝謝 感謝你的到來 不會不會不會 好 那今天呢 要請老闆來帶我們參觀一下裡面的環境 然後聽說呢 還有一個隱藏的博物館可以搶先看是不是 對 我們目前都沒有人進去過 所以我們算是第一組 第一組是不是 相當榮幸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適不適合去看 Let's go 走 那這邊一開始我們先來的地方 就會直接讓大家看到螞蟻 因為螞蟻非常小 然後大家一進來就是先找螞蟻在哪裡 所以我們進門就是要讓大家看到螞蟻 沒錯沒錯 然後我們這邊就會把我們所有的產品 飼養的樣子讓大家看一下 原來我們產品羊蟻會長的樣子 從小族群 飼館 大族群 然後都連接式的遺潮 所以在這邊看到的是一定都有販售的嗎 對 對 這邊目前我們在展示上的遺潮 或者是物種都是有在販售的 那之後博物館的部分就會展示那些 可能我們也沒有兩種 那接下來這一邊就是我們的周邊 那它就是會跟 可能小朋友或者是說 跟螞蟻有相關主題的周邊 就會在這個 像這個很可愛 這個很可愛 這個小小的徽章這樣子 然後 蚊子 蚊子 這個一定有人問過說 為什麼不好意思 蚊蚊帝國有在賣蚊子是不是 它真的產生蚊子 對啊 就是一模一樣嘛 沒錯沒錯 那其實還有一隻蟲椅啦 沒有拿出來 了解了解了解 然後像一些那個 螞蟻的小竹叉 小叉子 進去之後才是我們的遺潮 是我們最主力的商品 了解了解 所以我們去看看吧 好 Let's go 好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 有經過精心設計的櫃體 有沒有看出個什麼都在你的呢 沒有在養蚊蚊的人 好像不太一樣 對 該不會是飾管吧 厲害 沒錯 它就是一個飾管的形狀 然後就是飾管的塞子 有有像耶 那這邊應該要做藍色 對對對 所以要做水這樣 對對對 所以我們的飾管櫃呢 我們就是主要呈現 在一開始我們會介紹套組 新手入門的套組 是 然後接下來就是以操 然後衛食區 其實真的不得不說 帝國的椅巢真的是超級精緻 對 我們就是走精緻路線 真的 超好看 就是 沒錯 人家一般都是就是飾管 或是用一個很醜的石膏 對 因為我們的 我們自己就是非常喜歡 就是在飼養的過程當中 去體驗那個美感 或者是就是 對 把它 因為螞蟻就是很美的生物 那要襯托它的美 所以就是也做得漂亮一點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就是 磁吸的 下面椅巢這邊做磁吸的設計 因為 這樣子可以重複使用 沒錯 它可以直接拆下來 去做清洗或是更換 然後它重複使用率也比較高 對 因為很多都是直接一體式 然後你 裡面髒的根本就清不到了 接體有好有壞啦 因為你如果一體式的 它當然相對來說定價就會比較低 對 那這種的話就是我們希望它 環保一點可以用久一點 然後因為它做得很精緻嘛 所以我們就希望它可以 使用期限長 沒錯沒錯 這真的是小細節啊 對 而且還有很多細節 比如說它有做階段式開放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到我們的磁鐵是黑色的 有 你知道為什麼是黑色的嗎 折光嗎 不是吧 啊不是不是 因為一般的磁鐵是銀色的嘛 那但是磁鐵在濕度狀態下 它會生鏽 生鏽會膨脹 會把槽跟玻璃片撐開 哇 居然這麼細節喔 對 所以這個黑色 這個黑色叫做鍍環氧 它是在加工過程當中 保濕性最好的一個加工層 所以它可以隔絕水氣 讓裡面的磁鐵不要生鏽 所以這個細節也是我們 經過很長期的這些實驗 或者是產品開發 我們才發現它必須要到這種程度的磁鐵 那它的單價當然也會貴 是是是 不錯的剛剛的那個階段性開放啊 因為像這種椅槽 很多人買一個椅槽 然後它迅路很小 然後不能進去 那這樣子階段性開放的話 它就可以 就是直接讓它的小迅路 就是很好看的槽這樣 沒錯沒錯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小細節 然後我們就是有不同風格 然後分形式 像這邊這個櫃體幾乎都是單結構體的 就是單 椅槽跟衛食區在同一個結構 對 然後它分開式的就會在後面 哦是是是 了解了解 所以我們倆可以去看一下後面 去看一下後面 那現在這邊就是剛剛講到這兩面 剩下的色管櫃也是我們的槽 只是它是變成是 分開式連接式 對它槽跟衛食區 了解 然後這邊就是衛食盆 還有這個水塔的 其實還有很多人可愛的 像這個小熊食盆 像浴缸的 對像浴缸 我自己最喜歡這個 那個平底鍋 哦 很有特色耶 平底鍋的 那可以放那個什麼 櫻桃蟑螂啊 麵包蟲 然後 哇 很有趣味 就是 剩下這邊就是 其他配件用的 所以我們就是以專賣店的形式 你只要跟羊馬有關的 我們這一群都有 我剛剛看到 現在已經有推出這種 是不是 就是這種飼料 就是已經不用 不用再自己調了 對 就是其實我們都會出來 因為它其實各有它的優點 因為它保存 不能太久 對因為它一體的東西 其實它就是保存上面會有味道 它放冰箱 是 對它好處就是不用 不用自己去調配 哦 我們其實自己個人還是喜歡用 那個 自己調的 哦 因為它保持都要洗很麻煩 其實這個也要洗啊 哦 它就滴下去 對 不用在那邊泡 然後又水 各有各的優缺點 是啊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放大鏡 跟 塑膠容器 空盒 它可以自己回去DIY的 哦 所以我們後面其實那邊還有一些 啊 DIY的裝飾品 是 那大家可以去DIY 我們等一下樓上也有DIY的教室 哦 了解了解 我剛剛有看到這個 這個很酷耶 這個 怎麼30倍 這個 它這個是有LED燈的 然後它的鏡面的厚度是光學玻璃片 所以它放大倍率很高 所以是直接可以看到螞蟻最細節的地方嗎 可以帶到 其實 等一下可以直接去試試看 對 但是 跟其它比起來這個倍率是最高的 哦 然後這個鏡面是最大的 所以就各有各的優缺點 哦 這個是最可愛的 有貓咪 很適合小朋友看 而且它比較不會摔壞 是是是 對啊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大型展崗 但是這邊我們都會全部翻新 然後放到裡面去 哦 所以它會這邊 所以我記得平常會在 就是其他的展場 什麼星光三越什麼 會看到他們的出現 啊對 我們會把它帶去展 對對對 所以像這個是之前是從那個 柯博館 嗯 帶回來的 哦 了解了解 我記得 木柵動物園是不是也有 對對對 但是木柵動物園那是特別幫他們設計的 啊 那個就是直接放在那邊 對 那是他們按照他們的需求 我們把它打造出來 直接放在那裡 哦 好酷喔 對 那現在這邊的都是我們會翻新 然後之後在博物館內部展出 所以會更精彩 好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螞蟻去動物園 其實也看得到好不好 對 沒錯沒錯 非常厲害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博物館入口 嗯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 放大鏡 放大鏡 剛才看完 對 所以等一下可以偷偷帶你們去看一下 好 它大概是什麼時候會 呃 我們預計是在今年暑假 其實我們一直預計 但是一直延期 太多的變數了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地板是黑的對不對 對 那邊是白的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呢 黑地板是屬於知識區 我們保留的區塊比較小 但是我們會把很多 我們覺得比較想要帶給大家的知識 就集中在這個區塊 進去之前先了解螞蟻 對 先出了解 但是最重要的我們還是放在後面 因為火體 我覺得它是這個博物館最大的重點 是 沒錯沒錯 這個螞蟻博物館是全台灣第一個嗎 如果以我們的定位的話 應該算是 是是是 因為這種定位其實基本上 我們就只有螞蟻嘛 啊 沒錯沒錯 有種形式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是我們自己設計的情境 哦 這你應該知道是什麼物種 這個高山聚陣 沒錯沒錯 高山聚陣 我記得它之前不是什麼 全界公路速度最快的嗎 對 後來是被誰 應該算是 算是前幾名塊 前幾名塊 因為它的那個大鱷的夾手速度 是完全是靠神經反射 對它不是靠思考 是有人碰到它就會直接 就碰到那個絨毛它就會直接夾起來 就跟那個什麼 那個植物 對對對有點像 只是它的速度更快 或是什麼 毛山台 但是它的速度是 就是直接反射直接夾 哦原來原來原來 對 所以我們裡面就是 火蹄區 嗯 對阿我們繼續去看 現在還沒有完成啦 像這一面搶來都會是火蹄 你看展崗已經來了 要素材收集設計 然後怎麼做上去 就直接裝上去 哦 對 所以到時候可以用不同的視角 去看每一個崗 那我預計會有什麼比較 稀有的遺種嗎 這個當然要先賣個關子 但是我們我們的目標是 至少要50種本土物種 你說這一光 就是整間是不是 對 不含外面 不含外面 應該說外面跟裡面是 就是有會重疊的 因為外面是專賣店 是賣自養相關的 那我們裡面的話就是 會有至少50種 哇 了解都是台灣的吧 都是台灣本土 因為現在 對 我們沒辦法飛出國 是是是是 了解了 這邊沒有買機票不用到 不用買機票就可以來 是是是是 沒錯沒錯 對啊 裡面的話就是我們的主題 主事絕術 跟我們 應該算是全世界最大的展崗了吧 是是是 我們等一下過去看一下 對啊 走 哇 這就是剛說那個全世界 目前最大的遺潮 對 應該是全世界最大的 因為它的 這整個長度其實非常長 這樣是多少 這樣是多少 兩個人連在一起還長喔 對 所以至少有個300 大概400 400 然後這樣寬應該是150 哇 超可怕 這樣 而且這是我們自己年 這樣你們預計 這一缸可以容納多少的螞蟻啊 這個的話我們要展多樣 多樣 所以我們會為什麼 故意做長型 是因為第一回他們會行軍 然後我們做這麼多草 就是因為他們可以搬遷 是 然後可以做中間的行軍 餵石修會在爭中的講 喔是是是 所以就用神廟的主題 這樣子 那如果公以樹的話 可能就是 百到百萬了吧 對 因為一個草可能就可以到樹 可能可以到好幾萬公 這個防桃真的要做好 對對對 這個防桃真的很危險耶 而且這個其實 他們爬上樹 掉下來的機率是蠻高的 啊 會會 那這樣怎麼辦 其實還好啦 因為多萬來說他不太愛爬 喔是啦是啦 但是他爬是爬得上去的 可是他不會像巨山一樣會掉下來 我覺得啦 齊性上面比較不一樣 沒錯沒錯 因為巨山很容易很喜歡 很喜歡 掉落 沒錯沒錯 我們希望就是大家看著視角 可以有不一樣 小朋友可以從側面看 然後當然可以從上面看 就是一個俯視這一缸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邊最重要的體驗就是 不同的視角的觀賞 然後不同的物種 是是是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鋼體的主題 也會分不同的區塊 有埃及啊 有瑪雅 然後有大自然 還有可能有軍 軍事結構的 所以我們就是讓各種不同的主題 在這個地方 然後搭配不同的螞蟻 了解了解 現在這個就是瑪雅了 瑪雅神廟 這真的是太壯觀 這每一個真的都是入口嗎 那每一個門都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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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還是有固定的入口 它是造景長這樣 我想說 哇這樣子也太 正常還是一般的買 還是有一個出入口 那好好騎一下 加水怎麼加水 我們都有留加水孔 喔 那個樹勒也是一樣 它上面有加水孔 這麼細節 OK 了解了解 接下來是正後方這個 這也很誇張 你知道幹嘛 這個是整棵叢林開始的樹 它其實原本是一個柱子 然後這一窩的話 我們會做懸巢巨尾加硬 喔 這麼應景 就是我們直接把樹搬到室內來 然後從最上方做一棵槽 然後連接到下方的層板 所以它是可以延伸管線 然後到每個地方去密室 是是是 因為它們的地域性很強 所以我們就是要防照它的需求 就是從這 就等於說這整棵樹 這整棵樹都是它的地盤 它的基底感 那它會組成 你會給它一個組成 我們會給它直接自己組 所以就是直接一整棵摘過來放 然後放在鋼體裡透明 哦 了解 這個也是很可觀 那這樣 所以這個防照也要做得很好 對 這一出來就全部都是 對 很可怕 其實養螞蟻這還是小小會 要注意的地方 沒錯 真的真的 大大要注意的地方 最基本 對對對 沒錯沒錯 那看完這幾個幾尊超級大的槽之後 不知道觀眾啦 各位觀眾有沒有對於這個博物館 充滿了好奇 現在也還在施工階段嘛 只有幾個稍微有限出來 其實是因為我們人所有限嘛 同時我們還要繼續產品的開發 然後量產 然後我們同時還有在外銷 是是是 然後展覽的進行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真的蠻 就是蠻辛苦的 是 那因為第一個它這是要不斷投錢 那你這還沒有開幕前 它都是不斷收錢 都是在賺投錢 所以我們不能一下子就 一下子就把它 砸錢就把它完成 是是 因為畢竟經費有限 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嘛 對對對 我之前有募款 但現在應該還是可以募款嘛 當然就是支持我們產品 支持他們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幫助這個博物館 趕快出來的話 那就記得趕快來螞蟻帝國 多採購一些螞蟻 或是多買一些草 沒錯沒錯沒錯 好啦 如果你要無償捐我們也很快樂 當然當然 然後我們可以把你的名字 就是 刻在螞蟻上面 然後貼在上面 跟廟那種一樣 對對對 這個數是你捐的 這也不錯 反正也不錯 對對對 所以如果有想要的好不好 趕快趁還能開幕式 趕快在這裡 好 所以如果大家要支持我們的話 其實會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事情門 是因為我們可以做 就是面對面的講解 是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親眼看到 或是在產品上面的使用上 如果你有疑慮的話 其實我覺得面對面是最快的 是是是 所以我們特別就是為了這個方式 我們準備了這樣的實體門式 然後還有這樣的博物館 對 我們就希望大家可以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更了解 那雖然當然我們還有網路購物 是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更能了解每個人的需求 然後滿足他的需求 跟他可能遇到的問題 沒錯沒錯 因為真的親眼看到 跟網路上開影片 看什麼真的都不一樣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可能看 因為會有時候會有色差 對對對 高雄跟甜蜜沒差多少 想像中的會不太一樣 差很多喔 好嗎 了解了解 好啦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來 養螞蟻 或是各種螞蟻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來蟻地鼓 對啊 除此之外 我們其實也在協助蠻多的不同的領域 關於螞蟻相關 是 不管是教育啊 研究啦 課程講座啦 然後最近有拍 協助拍像國片啊 或是MV電影這種 我們都有在協助 是是是就是努力啊 這跟蠻有關的 真的真的 螞蟻可能就暫時沒有 紅火影 防治這樣 這個可能暫時沒有 這暫時沒有 了解了解 反正就是 帝國真的是 台灣推動養螞蟻最大的一個力 大家都知道 是是真的啊 所以如果真的有興趣了 真的要來帝國 看一次 你真的會對螞蟻有不同的觀感 好不好 謝謝 那以上就是今天這集影片 謝謝我們今天的到來 不會不會不會 那還沒有訂閱幫我訂閱一下 還有喜歡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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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說好弟拿的 沒事啊 不然呢 不然呢 請員工啊 我請 沒事 太多了啊 這不是多傳啊 你以為沒有 來吃 剛剛之前很厲害 冰棒也很厲害 太近了啦 太偶了一點 怎樣 不用錢的冰棒最厲害了 好好吃喔 這第幾隻 第二隻 哈哈哈哈 好 謝謝